音樂音樂 Hello 歡迎來到 twice a channel 機體人研究所 我是Vin C 上個星期都跟大家預告了 我最近買了兩件玩具 一件是超級金雲的天原突破 另一件是對合體的勇者特級海撒大帝 今集我先決定講這隻勇者特級的海撒大帝 好 別說那麼多了 立即去片看這件玩具 好 去片 好 我們一開始就講講這隻海撒大帝的來歷線 故事發展到在25集裡面 獵人阿成就拿著那部飛龍 就跟沒有人拿著的超能加爾一起對戰 那時候就發現原來超能加爾最大的弱點 就是不會飛 對於獵人阿成拿著那部飛龍可以空戰的關係 就變成像按著超能加爾來打 而最後大家用絕招對決的時候 超能加爾還要被阿成的飛龍重創了 最主要的合體派線的蒸氣火車頭還要是壞了 所以到了26集的時候 超能加爾就只是加爾可以出擊 而這時候海撒大帝就出場了 說回這部海撒大帝 它是唯一一部沒有搭載AI的機體 主要是靠無人駕駛 在勇者系列裡面 一個單純是由駕駛員駕駛的勇者 真的很少見 而另外一樣少見的就是 海撒大帝是由六部戰機合體而成的 這個可以說是在勇者系列裡面 二號機體人暫時來說 唯一一部是這樣的設計 所以說海撒大帝也算是一部為合體而造的機體 說回它的玩具 它舊玩具當年當然有這個standard版 不過很可惜它的standard版 是不可以和standard版的超能加爾合體的 standard版的大合體是另外再出多一部的 而如果大家當年是想玩大合體的話 就一定要玩這個DX版 當然了 雖然《超能加爾》那時候也說過 DX版也有出過這個伏刻 如果大家當年沒有買 其實也可以買回一隻伏刻 我自己也有個伏刻版 不過就是初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拿出來和大家玩 如果說合體的玩具 除了DX版 其實近年只有Studio Half-Eyes 出過一套 可以大合體 另外最近的SMP 就有出海撒大帝 如果大家喜歡玩食玩的話 SMP是一個頗好的選擇 講完這隻海撒大帝的歷史 不如現在看一看封面 封面見到一隻大大隻的海撒大帝 也有合體的飛機模式 以及一個暗的大合體 看完前面 看完後面 看完後面 後面有海撒大帝的姿勢 它的飛機模式 以及海撒大帝的主體 五架輔助機 而中間最棒了 就是有合體成無敵超能加爾的大大獅子 另外也有合體的無敵超能加爾的完全樣子 看完這個盒子 不如真正正開玩具看看 一開了盒 就看到整個本體出來了 它只有一板件 沒有其他的 除了玩具的本體之外 當然不少的 還有一本說明書 這次的說明書 也蠻厚的 裡面有什麼呢 第一就是有什麼部分 接著全彩式的 教你怎樣變形 基本上海撒大帝的變形合體 都十分簡單 如果大家有玩過舊版玩具 都應該不難去摸索它 那些版就教你怎樣大合體 大合體就比較複雜少少 留意一下 但是合體的話 我也是下一集才講 今集我主要會先講海撒大帝 好 就看完本說明書 不如現在真的開玩具玩一下 好 一次過開了所有東西給大家看 首先 就看一下主體 主體 這個就叫做 KASA GIL 而直翼就叫做海撒大帝 鋼轉 看見車型也蠻漂亮的 不過很可惜 深厚的地方 不是用透明玻璃 不過都上了少少金屬色 都算OK 這個是海撒大帝的身體 看見它們的小輪 看見它們的小輪 都可以動 不過可惜 因為火車位 就不會像火車那樣 真的動一下動一下 如果可以做多些細節位 我就會覺得它更加加分 縮起來 現在都OK的 就這樣看下去 這裡有個輪 可以攤上去的 這樣攤上去 就可以有六個輪 接著就到這部,這部叫做Kaisa 1,即是海撒帶1號 記得動畫裡面或是在舊玩具,這裡會有一個1字 但合體時會很神奇地消失了 所以這次Good Smile應該是為了合體的美觀,所以減了1,2,3,4 很奇怪,這次的1號機,駕駛艙位是有透明卡士的,但其他的車是沒有的 接著這部就是海撒帶2號,Kaisa 2 其實海撒帶帶的輔助機,在動畫裡面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其實真的是一個輔助機,發射出來和海撒帶帶合體 唯一,這部電腦轉時應該是可以打開做一個像飛鏢的物體 很可惜Good Smile的對合體也是沒有做這部位 接著這部就是海撒3號,Kaisa FD 這是一個調避車,這個位置可以蚊長 接著這部位置還有一個小勾子,我可以把小勾子放出來 還有一個調避車,可以左右移動 唯一可惜就是這些離帶沒有滑滑或其他東西 大家又不能退車 接著就到這個4號機,這個4號機就是一部潛艇 但大家覺得它像不像一部潛艇 設定什麼就是什麼 有什麼玩呢?就有一個騎人騎人 這個位置可以動 就是這麼多東西 接著就到這部,這部就是5號機 這部5號機就是一個鏟尼車 它那個泥扒真的可以推出來做一個泥扒 跟之前那些都是一樣,都是一塊膠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很快看完六部機 看完它的輔助 parts 包括這一雙翼,這些雙翼 平時裝在大貨櫃裡面 但是那個大貨櫃到今時今日 都沒有公佈或什麼時候發售 可能相信就要等到夏年才有那個貨櫃玩 除了平時要放在貨櫃那裡 合出看之後也都可以放在海石大大後面 或者變飛機的時候也都可以給飛機用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兩個位置純粹可以這樣合體 跟著前面這個位置就可以打開 那你就可以放兩隻手在這裏 跟著蓋上去 就做到一個收納的作用 另外還有這個,這個就是海石大大的胸口 也是奧迪超能嘉儀的頭冠 但是呢,為了比例的問題 GOOD SPINEL很貼心地給了一個小版 而這個小版也可以很貼心地藏在這個大王冠裡面 也算他有一點心思 很貼心地藏在這裏 最後就看海石大大的手型 第一個可以來拿武器的手 有兩個小洞 跟著一個攤開的手 和一個凸了兩隻手指出來的手型 這個就是被他變成海石大大之後 用來擺那個姿勢的手 好,那就看了其他配件了 不如就試試合體 第一個呢,我就想合了他那部飛機 那部飛機就叫做Kaiser Jack 那要合那部Kaiser Jack 第一件事就在這個位置 開筍位出來 就這樣揭高它 同樣這邊也是這樣做 開了兩個筍位之後 跟著就可以把飛機合進去 三號機就合起他的左邊 即是D邊 那大家給一點點力 一趴下去就是了 二號機當然就是合起他的另一邊 之後到四號機 那四號機呢 就這樣打開它 跟著就這樣移進去 這樣就是了 然後五號機同樣也是打開這個位置 跟著就這樣移進去 這個位置進去 移進去之後 跟著把兩隻腳拍起來 黏住 跟著把雙腳這個位置 反過來 這邊也是反過來 所以要是把雙腳拍起來 接著把雙腳拍起來 然後把雙腳拍起來 這兩個左邊 我們的雙腳拍起來 這邊也是 也是 拍起來 可以看 最後到一毫多了 把雙腳拍起來 沿著 溫度很直 黑色的部分 放在雙腳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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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放在雙腳趟 之後 再把雙腳趟 王冠 或是開大大的胸口 卡在這裏 然後把兩邊的飛翼發高一點 完成了這個Kaiser Jet 挺大隻的 這跟聶人阿盛做空戰用 所以真的挺像一部戰機 好 做完這個戰機模式 最後當然是做機太人模式 變成做機太人的時候 第一件事是拔出兩種東西 然後這些拔出來 同樣手也是拔出來的 但是腳是不用拔出來的 把兩隻腳打開 其實已經完成了腳的變形 然後當然就拔出機頭 基本上就這樣拔出來 順帶一提 以防我不記得 大家玩這個轉的時候 小心一點 因為大家看一下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都算挺單薄的 我看到有網友 其實這個位置都會有裂開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玩這個轉 尤其是發這兩塊東西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不要用力 給一點點音力 大家玩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拔出機頭之後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位置 左右 打開 然後直接拍下來 這樣就已經變成新的了 接著就到他的手 左右這個位置打開 然後轉頭 拔出來 這個位置 揭起它 反它出來 這個就是有手的位置 蓋上去 兩邊都是蓋上去 這個轉頭這個位置 可以放在車頂上 好好的 接著在飛翼度 拿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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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它合體 純粹用暴力 折下去 然後把這個位置 反出來 反出來 這個就是手的位置 就這樣拍入開 這邊同樣做法 打開 然後揭起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轉出來 把手拍進去 一樣 反個順位 出來 就這樣拍實去 飛翼 兩個 拍回來 接著 輪子 可以收回 背包在後面 接著就到頭 好 首先 把飛機頭 做回一個 S型 形狀 之後 在這個位置 按下去 這樣 你就會 按開開 特地的頭 出來 接著 打平頭 把這兩個 手臂 拍回機身 這個筍位 對回這個筍位 插進去 插進去 之後 把整部機 打平 這個位 剛剛好 對回這個位 拍實 最後 當然 把胸口 放進去 胸口 就是靠這個位置 夾進去 純粹 放進胸口 這樣 都實在 不會掉出來 好 海撒大帝 合體完成 愛心滿日的雙翼 經絕無限勇氣 為正義啟動的火車頭 先鋒勇者海撒大帝 在熱截期待之下 及時趕到現場 好 做完合體 不如試一下可動 首先 試一下頭 左右轉 沒問題 握高 都算握得到幾高 因為可能要來就轉的姿勢 可以握得到幾高 平舉 平舉就比較差少少 只可以做到這樣 當然 如果你出貓的話 鋒勾開這個合體位 都可以 真的做到一個平舉 不過就好像離開罩 平舉就是這樣 手這個 可以轉的 手臂 摺到超過90度 雖然 Cell 雖然有拗位 雖然能不能完全摺全 拳頭 lieutenant auso腰 受限於變形合體的關係 腳 身上的屁股 這兩個位 是可以揭起的 怎麼有 巨子 身上的重點 肩洞 都是可以揭起的 基本上橫幅算是挺高 前面也沒問題 膝蓋的位置也是特製的 膝蓋也算是挺高 基本上做一些飛行姿勢都完全沒問題 唯獨是整個海撒傘碎失敗的地方就是它的貼地 這個位置永遠都是這樣斜 又不可以左右移動 上下都勉強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弄到腳這樣斜 就真的有些怪雞的感覺 最後就試試它的武器 對 男人的浪漫 它握武器的方法就是 在這個位置 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把手這樣塞進去 塞進去 最後下面這裏有個位置 你可以撥它出來 剛剛好就可以夾緊了一隻手 接著就拔了一隻手出來 插回這隻手進去 這樣就搞定了武器 這樣插回這個美麗仔仔的姿勢 OK喔 英俊 這次Good Smile都算OK的 因為就大合體了 2號機的比例 真的很難做得漂亮 而我覺得這次Good Smile都算盡了力 可能我看慣舊的玩具 或者喜歡舊的DX 我再看這個對合體 其實我已經十分滿意 如果大家想它更漂亮一點 不是不行的 狂換件 在這個完全變形的框框底下 這次Good Smile都算拿捏得不錯 OK 回來了 玩完這隻海撒大帝 老實說外型來說 不算是很帥 但是考慮到它要跟超能家2合體的關係 比例上外型上 其實我覺得Good Smile都算是拿捏得很好 至少如果你對比DX版的話 這隻簡直是帥氣得爆 如果你問我它有什麼缺點的話 最不喜歡的就是腳的位置 以今時今日的技術 你沒理由做不到鐵地的 這個位置 第二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手臂這個位置 是真的會有一點不夠力的 但是我那隻可能是新的關係 也不是轉得太多 它還叫做Hold到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玩得久了 或者你多玩了之後 這個位置是真的會轉的 很大機會你會Hold不到轉的 這個位置也是另外一個有少許失敗 平舉或者可動方面 這個位置是剛剛合格的 勇者特急這麼多年來講 出了這麼多件玩具 如果只是計成品來說 對合體這件已經是暫時來說最好的 當然我不排除以後會有更好 但在這個時刻我會選擇這隻對合體 如果你叫我給它一個分 我會給它7分 這個分數只會給這隻海薩迪迪 未跟超能嘉義合體的分 下一集我會拿超能嘉義出來 再跟它合體 大家記得期待一下 說到這裏 我的影片都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 還有按下鈴鐺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聊聊天 好 今次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決定不管